今天金鐘獎 綜藝節目最佳主持人獎 由黃子教和愛徒露露 以婚禮歌手奪下 黃子教在紅毯受訪時提到 如果露露得獎 他就送露露一個愛馬仕的包包 27日他在社群平台 透露包包已經買好了 等露露來清取 他同時表示會砸重金 送對方禮物的原因 是因為疫情改變了自己的價值觀 他發文寫道 活疫情後的價值觀變得不太一樣了 對自己身邊的人 對很多值得的付出 所以那天還喊愛馬仕 也是徒弟生得逢時 然後謝謝他的貼心 我們有很棒的共識 包包就等他來清取 焦哥接著感性表示 世界變得如此詭異 不可控的事物太多 能愛就趕快去吧 能給予都是福氣 好 五 六 六 四 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